回去呢 要多注意休息 好 这个药啊 一定要按时吃 许老板 你怎么会来 我家里老人 老毛病又犯了 想请您帮个忙 你看 没问题 那个 你帮我跟主任请个假 我出趟急诊 好 你跟着去吧 谢谢 好 来 滑泵车 滑泵车 好 家里出事了 您坐稳了啊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最关键的是 急需筹集到 治疗所需要的药品 这样 我们分开行动 到各大药房去找找 不 这件事情我来办 你一出面的话 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我已经让老孙 通知李子墓 到风貌上行 一会儿你到那儿 跟他会合 把具体的情况 跟他说一下 看看他下面怎么安排 好 我知道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师父 去庆语堂大药房 走 出什么事了 今天一早 日经使用化学武器 在松江的燕桥村 袭击了村民 共产党的游击队 同他们交火 救走村民之后 就撤离了 看来日本人 已经在拿我们的老百姓 来做实验了 没想到 我们到处在寻找 他们的线索 他们竟然堂而慌之地 搞起实验去了 燕桥村地处偏僻 日经选择这儿 本来是为了保密 可没有想到遇到了 新四军 这对于我们而言 是个好机会 你告诉所属人员 沿线不空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 立即跟踪 我这就安排 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希望会有收获 走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 刚得到消息 日军 对松江的燕桥村 进行了化学武器作战 那应该马上找人 跟踪这支队伍 找到他们的落脚点 已经来不及了 日军对松江 已经进行了封锁 那边看来是没有办法了 徐海峰同志 已经在上海 安排了各处人员 只要这支队伍回到上海 就一定知道 他们的具体位置 可是对方的指挥官 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如果他们化成围灵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 返回上海 那我们依然得不到 他们的足迹 关键是 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 要找到线索的话 无疑大海捞针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派人监视他们 也是有必要的 你跟我说说 他们这次行动的 具体细节 徐先生 真是对不住啊 我出面找了几家西药铺的老板 也只筹集到了这么旗帜 真是太感谢了 日军对小眼药一直管制得很严 要不是您亲自出面 他们是肯定不肯拿出来的 您是我们信得过的人 而且需要帮助的 是他们 你们 我们当义不容辞 只恨过自己 能帮到您的太少了 这些小眼药 目前在市场上 堪比是黄金价 我呢 没那么多 这些 您先收下 行行行 抱抱抱抱抱 您这是做什么呀 他们和日军浴血作战 我们能为他们 筹集这点药品 是做到了一个中国人 该尽的义务 要是为了钱 谁也不肯冒着生命危险 做这事情 那我就替他们 谢谢您了 您甭客气 西药虽然少 我们这儿所有的 能止疼的消炎的中药 东家说了 你们需要多少 尽管说话 来 把上海地区的 详细地图拿过来 是 东西请走 来 这儿 这儿 还有这几个地方 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员 一有消息 就会马上通知我们 这些地方 也要安排人手 好 我马上就安排 火车站不要忘了 看来日军 还是低估了我们 才会吃这么大的亏 你不是说 他们狡猾多疑 做事周到吗 这次怎么会犯 这么大的错误啊 之前日本 还有三个月 灭亡中国的计划 可是仅嵩湖战役 就用了三个多月 这些所谓的帝国精英 对我们中国 都有轻视心理 他们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这次封印计划的负责人 已经算是 小心谨慎的了 随行带了那么多兵力 要不然的话 恐怕他们的命运 就跟山崎小队一样 那我们这次 能不能找到 他们的线索 即使找不到线索 至少 我们已经了解了 他们的行为方式 应该很快就会有拖破口 你们俩都在啊 怎么样 药物筹集得怎么样 清玉堂的掌柜啊 亲自出面 跑了好几家药铺 才搞得这些消炎针迹 他说 到时候 再给我们搞一些 消炎止痛的中药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过 这次受到毒气伤害的人员 实在是太多了 这些药剂 恐怕不够啊 租界 开了一家日本人药房 他们倒是囤积了 不少消炎药品 不过 既然是日本人开的 那就不必跟他们客气了 这家药房 平时就固有保安 再说 那么金贵的药 他们一般都存在 保险柜里 一旦有情况 租界的寻谱 马上就会看到 再说 我们在租界做事 别跟当局发生什么冲突 这个你交给我好了 你对那儿的情况比较了解 你先跟我说一说 天中心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前向我保证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现在倒好 几国使馆的领事 都在向我询问 宋将那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将军息怒 我们的部队已经戒严了 施法的地点 并且消除了 沿桥村所有的证据 外国机政和使馆人员 没机会进入里面查看 今天过后 即使他们进去 也不会发现任何的证据 天中心意回到上海 立刻让他来见我 我要让他向我 掌命几时 大佐阁下 需不需要到我部公室 休息一会儿 不用了 你忙你的事情去吧 好的 大佐阁下 幸好您这次 做了合理的安排 敌人绝对不会想到 我们的研究人员 会化妆成僑民返回上海 这只是为了预防这个万一 也做着备案 没想到还真派出了用车 几天的部队归剑了没有 他会在松江的驻军处 休整两天 之后通过杭州返回驻地 我们所有的仪器和设备 都会陆续地返回上海 这本来是一个完美的起研计划 却被共产党搞得我们如此被动 好 门已经关上了 上次帮你已经是破例 如果这次我再出手的话 就等于重出江湖了 我不能违背我当时许下的诺言 王姐 如今上海都被日本人占领了 杜先生也去香港了 现在的上海滩 只有国仇家恨 哪还来得什么江湖啊 上次只是配钥匙 我没有细问 这次既然要我出手 那我就要问清楚了 二少爷 你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 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 这个理由够吗 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 不肯对我说实话 姐 我说的就是实话 没有骗你 好 药瓶归你 其他的东西我来处理 成交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 我做事不需要别人插手 你只要告诉我 把药品送给谁就可以了 可是日本人的店里有保安 我担心你的安全 你忘记还没有老到这个地步 区区几个保镖 我还没放在眼里 再说 有阿德陪着我去 你别小看他 等闲人不是他的对手 那事成之后 你把药品放在风暴上行的地方 就说是交给我的 我知道了 好 那就麻烦你了 王姐 不送 他答应了 答应了